王妃娘娘,相关没事,尽管别冲动。 放心,我很快就出来,出来就带你走。 芸汐听说您最近已知失眠,特意进宫来瞧瞧。 我这是老毛病了,最近更严重了。 太后娘娘,芸汐都不知道你的失眠症这么严重,芸汐这儿有好东西呢,专门治失眠的。 什么好东西,赶紧拿来哀家瞧瞧。 太后娘娘,如果臣妾没记错的话,当年顾北岳的爷爷就为太后医治过了,开出了一剂药方,名为药捐善。 是又怎么样? 药方已开出,没找到药是于药房的责任,和看病的大夫有何关系? 韩芸汐,你这是什么语气?你好大的胆子,敢这么跟哀家说话。 太后娘娘,臣妾说的好东西正是药捐善,既然顾太医没罪,是不是也可以走了? 让她走吧,免得哀家看了心烦。 王妃娘娘,使不得,使不得。 闭嘴,走。 最痛苦的,不是想睡睡不着,而是明明很好入睡,都快睡了,却不能睡。 来人,来人! 挠痒,快! 韩芸汐第一天进宫,就对太后下毒了,一种名叫缠香的毒。 这种毒,只有和药捐善上的药味相互作用,才会发挥出毒性来。 阴气头皮,骚咬难耐。 太后娘娘,你这种情况,应该算是严重副作用了。 你也知道,服药一旦出现严重的副作用,那就只有一个办法,那便是停止用药。 来人,把这药捐扇锁柜子里去。 王妃娘娘,这招太绝了,老奴佩服,佩服呀。 顾北月,我替你报仇了,你何时才会行?